邏輯函數部分 邏輯裡面基本上 最重要大概就包含幾個 第一個就是 一般最常用到就是兩重的邏輯 所謂的兩重的邏輯就是說 不是True就是False 真或上禮拜也用到True或False 那第二種的話就是多重 那所謂多重就是說不只兩個 像這一題 平均函數如果我要看到什麼合格不合格的話 當然第一個這邊可以插入函數用 邏輯函數裡面的if 那if裡面的話當然你會發現他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 平均乘積 如果是大於 等於 大於等於60的話 那他這個地方底下就Value if True 上面這個邏輯如果為True的時候 那我就輸出什麼 輸出合格兩個字 反之的話就輸出不合格 我想這地方應該是比較簡單的 一個應用 大部分應該 這一種方式應該用的比較多 合格 那反之就是不合格 那 你會發現的那個if函數 他其實會自動幫你增加 前後的雙引號 因為後面輸出一定要是一個 自串 所以他前後會自動加 但是 小部分的函數他不會自動加 像那個什麼 像Test函數的那個 第二個參數 他一定要是雙引號前後要加 可是他不會自動加 那如果你沒有加的話 按確定 出來的結果就會是錯誤的 所以這邊按確定之後 那 如果 這個是邏輯 為True的時候呢 就跑 這一個 反之就是跑這一個 那如果說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他會顯示 這個 這幾個人的成績到底合不合格 OK 那不過特別注意就是 那個 你做公式 使用函數的話呢 他沒有辦法改變格式 比如說裡面我希望不及格變紅色的話 那這邊當然沒辦法 在函數裡面沒有辦法改變格式 除非也許你可以用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一個規則吧 如果我希望不合格的變紅色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使用那個指格式包含下列的儲存格 當儲存格裡面的指 等於什麼 等於不合格的時候 幫我把它變成 紅色字好了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 如果你要變更 他的格式的話 你就是直接 再利用 設定常用裡面的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一個規則 當儲存格裡面的指 等於不合格的時候 等於不合格 儲存格裡面的指 如果這個條件為初的時候呢 那格式化什麼 格式化成紅色字 所以上面這個地方是條件 下面是格式 你可以再去設定他的格式 變成紅色的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就會針對不合格的部分 再去做一個格式 那特別重要這個地方呢 格式的變動 不能夠 使用那個 函數來 改變 你要兩階段做 OK 那大家如果你要一階段全部一次做完 你可能只能用那個SUB 我們VBA裡面嘛 比如說你希望 輸出格式 然後又能夠變更 那個 輸出資料 再變更格式的話 只能用VBA的SUB 所以SUB其實 真的可以一件完成很多事情 那第二個的話呢 假設我希望呢 這個這個邏輯應該比較簡單 可是呢 其實我們工作裡面呢 常常遇到的問題 應該大部分都多重 那所謂的多重 指的是什麼呢 我如果希望 那個平均乘積呢 假如大於等於80分的話 那是A 就是ABCD啦 70分 就是 B 60分 以上 就C 反之剩下就D好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多重的判斷 那多重判斷裡面的話呢 當然 我們如果希望怎麼樣 希望 呃 這個 成績是ABCD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如果插入一個邏輯判斷的時候 那if的邏輯 裡面呢 他條件 這個成績如果大於等於 假設是A的話 是 80分 輸出A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呢 剩下 這個底下的這個格子 有沒有輸出A是OK的 一開他會自動加雙以後 那 可是問題你還有BCD嘛 那BCD怎麼辦呢 好啊特別注意啊這個地方你可以用所有的巢狀的 衣服 巢狀衣服就是衣服裡面再加衣服 衣服裡面再加衣服 那他最多 呃 根據官方的那個文件裡面講的是說最多可以有7個衣服 衣服裡面再加衣服 好 那不過還好我們這邊呢因為只有 三個啦 因為ABC 剩下就D 那如果說呢我今天還要在這個底下再加衣服的話 我是覺得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一個 Force的地方點一下 如果你第2次使用那個衣服的話 記得一定不要再從這邊 因為如果再從這邊的話 他會把舊的衣服蓋掉 如果你第2次使用的話 特別是請你 從下拉清單增加 而且郵標請你放在Force 那我做一次給大家看喔 如果你第2次使用的話郵標放這邊 然後再 點一下這邊衣服 你會發現他會自動在衣服裡面插入衣服 那你再給什麼呢 給第2個條件 大於等於70 是B OK 然後再來的話再一次 再點前面的地方衣服 然後呢再來這個成績 大於等於60的話 那就是C 反之剩下就是D OK如果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呢 我們的潮狀的衣服就做完了 裡面有3個衣服喔 那如果你把它打勾之後按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呢他也會自動幫你全部完成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是利用 衣服裡面再插入衣服 那最關鍵的地方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在 這個地方喔 特別是我的習慣反正你就是 先做A 之後呢 再做 BCD 可是問題一個格子 記得關鍵的技巧是 優標放Force 再到前面的地方點一下衣服 他會自動再幫你插入一個衣服 那你就可以一直加一直加 最多印象中是只有7成 7個 不過我想7個應該也夠多了 一個公式裡面有7個衣服看起來其實已經夠可怕了 而且又沒有出錯 那當然我是建議啦 以前 可能都是用自己打上去的 但是我建議 還是用圖形化工具 比較 不容易做錯 因為他的好處是 他可以一層一層的加 但是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他的那個技巧 這個地方的話多重 那如果說呢做完這些之後 我希望什麼呢 我希望能夠在旁邊 因為其實基本上呢這個多重雖然我們有知道技巧 還算簡單 可是還是沒有VBA來的簡單 所謂的VBA當然你可以 旁邊增加一個按鈕 也許按下他 自動幫你把 這邊這邊這邊再加一欄好了 這邊這一欄 VBA OK 再加把那個VBA寫在H欄好了 然後呢 也許我希望能夠在哪裡呢 在這邊 增加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按下 自動幫我把那個 所有的 合格不合格輸出 多重輸出反正這兩個 將來都可以輸入到這邊 那也許一個再加一個清除 第一個是Sub 這個我想前面有做過 只是跟前面不一樣的地方是 會 需要 在那個 VBA裡面 做邏輯判斷 不過好像邏輯判斷我們前面在那個 有沒有在 上個禮拜那一題裡面也有 回圈裡面再加 那個邏輯判斷 那 邏輯判斷的部分的話 一樣VBA一樣會有兩重 True跟False 那如果你還有第三種的話 那怎麼辦 你還有 ABCD 那怎麼樣在VBA裡面 實做這些 那另外還有什麼呢 如果我希望ABCD 他假如輸出的時候呢 可以順便更改一下 顏色 比如說字的顏色 比如說底色 甚至什麼框線顏色 或者是說加個粗體 諸如此類的啦 那當然 我們剛剛是用設定格式化條件 但是VBA呢 他有沒有辦法呢 一鍵完成所有我要做的 當然可以啦 只是說我們按部就班 那請各位 先試著做做看 就是用了那個 我剛剛講的一幅 比較困難的應該 這個合格不合格應該比較簡單 這個 潮狀的可能會比較複雜 我是建議如果你工作裡面有那個多重的 你可以試做 反正那個技巧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應該都不會做錯 所以 即便我有很多的 邏輯 反正一層一層的往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就是 如何在利用那個VBA 就是一樣的邏輯 那只是說呢 我希望把它變成VBA的按鈕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 先試著把這部分先完成 待會再來看那個 VBA的部分 VBA當然分兩種嘛 我們 一個是按鈕嘛 那一個是制定函數 也許我希望 在上面插入制定函數 使用者制定裡面呢 會有一個什麼 成績函數之類的 這個成績函數跳出來之後呢 他會跟我要一個平均成績 那我就給他平均成績 那他就給我ABCD 或者是給我合格不合格 反正呢 制定函數的好處啦 當然就簡化流程 剛剛我們要一直加一直加一幅 可是呢制定函數呢就不用 反正你就他跟你問 你就給他 他就給你結果 所以制定函數當然中間省略掉了 如果你這些動作是每天 都會經常用到的話 那當然強烈建議你可以把這些東西 做成一個一個的制定函數 這樣的話可以節省蠻多時間的 甚至蠻多公司都是把這些制定函數 給整個部門大家都會用到 可能 大家都會用到固定的一些方形 那你不如就是 找 找一個人或找 一個 一個team 幫忙做完這些事情 那以後的話呢 反正他即便 他不熟哪部分的 這功能 沒關係 你就選那個資料給我 我吐出來 結果就是你要的那個 中間那一段你可以不用去知道 沒有關係 其實工作裡面也蠻多類似 這樣的處理 你可以把那些整理整理 自然而然 每天重複的這些工作 自然而然你就會發現 可以節省很多時間 剩下的時間你就會發現 你可以不需要 土法煉鋼 因為我其實特別強調就是 我們以後呢 只要是 需要重複性執行的動作 一律呢 盡量都不要用 人工來做 應該要交給 那個 至少啦 函數一定要會 再來呢 函數當然很多不足地方 那你就把它改成 BBA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第一個